去吃麻辣火鍋 我就跟我同學說 我肚子真的很痛 然後我就 因為廁所有人 然後我就就是太痛了 然後就是進去之前 就在妳一面吃的時候 肚子就開始痛 就是在等他出來 這麼痛 妳也出來了 不思議 嘿 歡迎收看 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杜玲 大家好 我是郭靖淳 在這邊跟大家 預告下週運勢 好 一起來關注 1月3號到9號的運勢囉 來 我們今天請到兩位呢 是我們最新的新人 真的喔 是星光二班喔 星光二班最當紅的 最受歡迎的是兩位 首先第一位歡迎我們的林怡蓉 好 接下來歡迎的是我們的曾沛茨 哈囉 大家好 曾沛茨 哈囉 今天來跟小朋友來聊一聊 來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命運老師 首先歡迎維維恩老師 好 接下來歡迎張勝書老師 觀眾朋友好 好 好 接下來歡迎恐怖的黃子茹老師 好恐怖 妳看她的測驗都很恐怖的 每次都把我們的內心 都給我們剖析 都無處躲藏啊 赤裸裸的 好 好 來 兩位 怡蓉 怡蓉 剛剛本來想站起來 夠丟多一點點 好 恭喜 恭喜 是妳個人的 還有 金層姐的 謝謝 英倫情人 好有氣質喔 對 她是一個高材生來的喔 皇家音樂女孩耶 對 進入我從小學習古典音樂到 進了皇家音樂學院這樣子 然後還有介紹一些古典的小知識 或者是像平常家長 如果想要讓小朋友學音樂啊 該注意的一些事項 用比較活潑的方式 從小到大的一個紀錄 有 妳真的學音樂女生氣質就不一樣 氣質就很好這樣 謝謝 那妳是八歲就去英國啊 對 八歲 爸爸媽媽怎麼捨得 還好 八歲的時候有跟媽媽 是之後十二歲開始 才自己住校 自己住校 住校 八歲就去 對 十二歲住校 那到幾歲才回來 到了大學 那中間會不會很辛苦 中間當然會想家啊 一定的 大家應該留學生都會 對 所以 所以其實在這一本書裡面 看得到妳的一些心情的故事 成長的紀錄之外 還聽得到妳的音樂呢 有 我有演奏兩首小提琴的 古典音樂作品 有收在CD裡面 像篤芸歌常失眠的話 它適合聽嗎 可以啊 應該有 不要太激烈喔 就是優美的 優美的啦 如果是我拉的就殺豬的了 夢遊 那妳在英國 這個學音樂主修什麼 主修小提琴 小提琴 那會不會很拚啦 大家是全世界各地來著 天才兒童這樣子 每天這樣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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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會有壓力 可是不會說一定要跟人家比這樣 因為我們 像我的教授 他就是依學生自己的個性跟程度 然後做不同的教法還有調整 所以不會說 因為有學妹 小妳很多歲的 可是是天才 妳就會有壓力 而且老師也不會說 妳看人家多厲害 什麼他們不講這種話的 是嗎 那意思就是沒有再淘汰 他就是很實際的收學費就是嗎 不是 比較有交費是不是 不是 就 會依照每個人不同的個性 跟他們拉琴的那種 對音樂的態度跟程度 不過你看像宜容現在這樣走過來 可以很輕鬆的去看待 以往的整個成長的過程 對 可是也是有心裡面很想家的時候 對不對 對 因為我 剛過去的時候嗎 然後後來媽媽就走了 很黏媽媽 媽媽就回台灣了 對 不好意思 說好 喂 說好笑好不好 後來媽媽就 媽媽就 就跟家人分開了 對 媽媽就回台灣了 對 都會哭 其實還滿 住在學校裡面 然後都是十幾歲的小朋友 沒有這樣去的那邊 對啊 因為住校大家都一樣 就是跟我同房的英國人也是 就跟我一樣十二歲 那有沒有適應上的問題 有沒有英國跟台灣 有什麼這個文化上差異的部分 因為我那時候 滿小就過去了 所以還好 就不會想那麼多 因為比較早就過去 我覺得如果 可能青春期的人再過去 會 如果語文又沒有很 很好的話 可能會一開始會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妳現在回台灣的話 台灣跟英國的文化差異 會不會讓妳不習慣 有啊 像我剛回台灣的時候 因為 我覺得台灣女生都很瘦 所以我就剛回台灣的時候 我就不太敢出門 因為就覺得自己太胖了 對 而且妳旁邊這裡 就有一個瘦子的人 沒有 那台灣人 她其實很瘦啊 是後來參加比賽 有鹹了一點 可是我真的剛回台灣的時候 比較有被Rajor老師嫌過 很胖嗎 有被很多觀眾 觀眾 觀眾怎麼說妳 就是網友他們 他們可能就會說比較 就比較肉 對不對 妳還記得嗎 網友說話有這麼溝和的嗎 這些亡靈界的朋友 通常說話都很恐怖 百元初選嗎 就因為我臉比較大嘛 其實她是 她們說妳什麼臉大 對 臉大 妳從參賽一直到後來 像現在這樣 剪了幾公斤了 有5公斤 有5公斤那還蠻多的 那臉有變小嗎 其實我不太在意臉 因為我覺得身體瘦 穿衣服會比較好看 因為以前我在英國 其實不覺得自己胖 當然 因為外國人 外國人幾個剛剛是5人 妳如果是跟聖月組的 住在一起就更瘦 對 跟聖月 也對 好啦 其實像旁邊這位佩慈 妳這個髮型妳還喜歡嗎 不錯啊 如果不錯的話 那我就把妳這披襟拿下來了 披襟是什麼 妳穿這衣服 像不像剪頭髮穿的 怎麼這樣 靜純姐妳這樣經過了 我像不像香港來的 髮型設計師有沒有 很積極 對 很積極 但她很可愛 因為妳在比賽當中 我一直都很替妳捏髮冷汗 尤其在二班的時候 真的喔 她的臉都永遠呈現 那種很緊張那樣 對 我習慣性皺眉 對 來了 那個皺眉起來的感覺 就從小時候有被嚇過 或者是什麼 就是這樣 我 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講話就是這樣 可是好像不太好 因為人家說妳看起來好憂愁 然後就還有人拿膠帶叫我貼著 這樣才不會皺眉頭 但我還是會 把它貼著拉開 就眉頭這裡 就是貼一個十字 然後一皺眉頭 那感覺真的超明顯 我貼過一次 妳就會感受到皺起來的那樣子 對 因為這樣抬頭文會很嚴重 對 嗯 好啦 貝子原來也是從幼稚園開始 就加入合唱團 就一路就往音樂的路上發展 音樂的路倒是沒有小時候就決定說什麼路 只是小時候好像還滿喜歡唱歌的 所以妳就加入合唱團 對 合唱團是唱哪一個聲譜的 高音吧 小時候 是喔 對 那有趣事嗎 趣事 趣事 有沒有有趣的事 不是 妳以為我表情講說 趣事啊 走 我走了 有趣事 這是英國跟台灣的文化差異 有沒有讓妳覺得不習慣 不好意思 有趣的事情嗎 不是趣事喔 不要做表情 不要做表情 那一直有嗎 有什麼有趣的事嗎 沒有 只是那個老師都說 就是 譬如說我們每次練唱的時候 然後 就是 因為我們的幼稚園有三樓 然後說我聲音大到 就是三樓的小朋友都聽得到 然後我就覺得 一點都不覺得不好意思 就是 小時候很趕 然後就是 老師們都說我的聲音就是 像牛一樣就最大聲的 可是我現在聲音很小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小時候唱歌可能都是 就是很放肆的吼叫這樣子 那類似這樣 對 那阿妮妳從小有立什麼志向 或者志願嗎 希望早上還會當音樂家 或者當賴音禮這樣子 美美的這樣 小時候 志向還好 可是都會有古典演奏家 當作偶像這樣 就會特別去收集他們的演奏CD 所以想說妳的偶像是誰 那時候比較小的時候 是有一位小提琴家 叫張沙拉 她有來過台灣 演奏 好美的名字喔 張沙拉 可以 可以序悲嗎 人家的偶像都是這種 對啊 那妳偶像是什麼 凱撒沙拉 好啦 真的 那妳呢 佩慈妳朋友的志願是什麼 好多喔 好多有什麼 最小的時候想當醫生 後來覺得自己 有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很漂亮 然後就想當空姐 還在做夢 然後後來又覺得 我應該滿聰明的 又想當老師 妳是照照鏡子 然後就發現自己怎麼那麼美 沒有 我小時候因為長頭髮吧 我就只有小學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可能 頭髮長了 就以為自己是工作之類的 有點不好意思 對 現在沒有 沒有覺得自己 對 沒有那個夢了 妳很壞耶 就小學的時候 很可愛 妳夢想很多耶 變來變去 好 來 維恩老師 我們從星座的角度 來幫大家看哪一些人 從小他就能夠 立定他的志向 一路向前衝 哪一些則是胸無大志 好 我們這個要參考 太陽跟上升呢 我們首先看呢 一路向前衝 就是從小呢 他的立定志向 就非常的偉大 非常的遠大 然後大家在講一些什麼 護士 醫生的時候 他的立定志向 可能是要賺多少錢 或什麼房子 沒有 大部分都是說 長大要做總統 總統 或者做什麼太空人 科學家 對 物理學家 對 結果我們現在那個什麼 不是 有一個百貨公司 那個圓勤 球型那個 然後上面有那個 給小朋友去玩 對 那個365房的有沒有 結果帶著小朋友男生去 他們小朋友都喜歡開 挖土機 說想挖土機司機 那很後悔 媽媽很難過吧 很歡樂 你知道嗎 不過大部分女生都想當空姐 都很想這樣子 穿熱器可以吹一下 那我們來看呢 從小一路向前衝 而且長大整個人生過程 都是往前的 例如像處女座或上身處女 其實處女座跟上身處女 他的志向不一定很偉大 但是他希望他的人生沒有失敗 然後呢 假設他現在30歲 他回想他15到16歲 那一年書沒有念好 他就會一直懊惱 或者是說假設他現在 其實才42歲 他想要他21歲的時候 選錯一個科系就很懊惱 你講到這邊就講 宜蓉你自己老實講 你在英國有沒有發生什麼 比賽的時候 然後吐嘴啊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你自己猜然後去跳樓的事 我現在臨時可能想不出來 可是我這樣那種感覺 就是你會想到 就是懊惱某一個吐嘴 比如說那一天如果我多練習5分鐘 可能那個音就不會跑掉之類的 所以處女座對他來講 他人生的環節都很重要 他在寫回憶錄的時候 好的事情沒有寫很多 但壞的事情他一直都會寫說 21歲認識一個男友不對 如果沒有認識一個男友 我可能可以怎麼樣 然後28歲的時候 可能選錯一個工作 如果沒有去那個工作浪費時間 我會怎樣 28歲的時候參加音樂大賽 就輸給一個12歲的天才兒童 對之類的 或是我應該參加北區 不應該參加南區 所以他每個環節 對他就覺得說 其實北區競爭激烈或怎麼樣的 他就是一直在想這種事 所以他整個人生就是緊繃 環節扣環節然後沒有失敗 他非常嚴謹 他非常嚴謹 一路向前衝的 所以他的機率成功比我們高 像我們活到現在 也不知道戳在哪裡 也不知道堆在哪裡 對 他是很精準的 那摩羯座就更厲害了 摩羯座的志向 很厲害 像上身摩羯 又沾到眼邊 而且摩羯座的人呢 他的志向不但遠大 比大家很好 什麼都要做到好 而且他一定要改善他人生中的一件事 比方說 他從小就運動細胞不好 他一定要改變他 他一定要在運動方面拿個腳牌 那從小家裡環境不好 他也一定要改變他 一定要讓全家人住房子 那從小妹妹就沒有念書 他一定要改變他 要讓妹妹念到最高學服 他就是一定要扭轉他命運的那個 大家都扭轉不了的那個扣環 所以蠻辛苦的 但是還不錯 但是他們會成功 那接下來就是獅子座跟上身獅子 也是一路向前衝 雖然他的成功機率 不一定像摩羯座女那麼大 但是他的志向卻很大 而且他可能失敗20次 還是可以爬起來 那至於摩羯座女 失敗到25次的時候 已經想跳海了 可是獅子座沒有關係 他可以到95歲都會說 人生90才開始 我才開始5年 而且他的志向不但很大之外 假設他現在出來選一個東西 他一定要選總統行政院長會上報 他不想選里長博 他覺得那個又不會上報 又沒有人知道 然後他今天好人好事代表 也一定要有記者來拍照 如果他只是幫老太太過馬路 又沒有人知道 他不做 或者是捐救護車給醫院 最後拍照的時候 他一定站最前 而且上面還有他的名字 對 但是如果是服老太太過馬路 或多買兩條口香糖這種事情 他覺得還好沒有什麼人知道 所以這三個都是目標遠大的 是 三個星座 我連一點挨的邊都沒有 我連水星或者土星都沒有 都沒有 是 因為你可能會是在右手邊這一邊 還好我們台灣有這三個 不然我們的國家就完了 對不對 我們台灣是 還好有獅子摩羁跟處女 在人群當中 不然的話整個台灣可能是垮的 沒有人在工作的 我們來看得過且過 胸無大字的三個星座 這三個星座就是 他的人生只要開心溫飽就OK了 就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 是萬納度 對 我們來看金牛跟上升金牛 他從小到大只要 錢夠用就好了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金牛者 是因為可能其他的星座都亂花錢 亂投資 而金牛座他就是穩扎穩打 把每一分錢都存一點 可能存三分之一五分之一 所以到了老的時候 金牛座反而意外的成為 我們當中最有錢的 但他當初沒想這麼多 他只要溫飽 他當作業員的時候 他只想當作業員 他怎麼知道變作業員組長 然後後來還併吞了工廠之類的 其實他沒想這麼多 那我們來看巨蠍座跟上升巨蠍的 巨蠍座對他來講的 人生最大的目標就是結婚有孩子 所以只要一結婚有孩子 人生最大的目標 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其他是隨便 其他只不過就錦上添花 對 錦上添花而已 所以如果他在25歲那一年結婚 26歲有了孩子 他就覺得說OK 我的人生滿足了 那他接下來的人生目標 接下來就是讓那個孩子 跟這個家更好而已 對啊 那如果他一直都很成功 但是58歲都沒有結婚生小孩 他就覺得說他的夢想沒有完成 是喔 對 是屬於這一種的 那至於呢 天秤跟上升天秤 他兩個在 我就知道我的夢想 基本上他就是 哪邊涼快哪邊去 哪邊輕鬆哪邊去 而且天秤座沒有任何的人生目標 一般人呢 都會有一些人生目標 天秤座沒有 就是得過且過 而且他常常會說 人算不如天算 對不對 何必要這麼目標 那如果天秤座或上升天秤有目標 他的目標通常都很妙 譬如說他現在賺50萬 那他的目標絕對不是多賺錢 他的目標是說 如果我有五億該多好 他會設一個完全不可能達成的 然後一直幻想很開心 而不會把現在的目標50萬 再做延伸或提升 所以天秤座的人呢 他就是哪邊涼哪邊去 但是他是快樂的 而且無憂無欲 周圍也會比較少的 那佩慈妳 妳很好啊 妳是天秤座的對不對 妳是不是參加 星光二班比賽的時候 妳覺得擠進前七強就已經 OK了 好像得到第一名了 對 有籤詩就很好 反正 跟名座來講 好像就是說 考試沒有考第一名 OK啊 只要我髮型最美就好了 對啊 喜歡髮型最美 只要有機會給妳唱歌 這樣也OK了 我覺得 那個時候 我參加百人初選王 我覺得有晉級第二次 對我一定是奇蹟 就是 我反而覺得我應該一次 然後後來又可以在第二次的時候 就覺得 就是很棒 對 是喔 OK 來 那阿妮 怡龍 就妳當初參加星光大道的時候 這個單位叫妳去試鏡 妳還以為是碰到炸的運氣 對 因為她是先到我的Blog留言 然後就是 那她怎麼知道妳會唱歌呢 因為她們那時候跟一個 那個 那個 Rock有 合作 一個活動 就是網友可以Post他們的影片 然後讓製作單位去選 可是那時候有上百個影片 很多 然後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 有人來留言就很乖 然後 就是妳上去 妳Po到妳部落格 上面有妳唱歌的影片嗎 短短的 對 一首歌這樣子 對 自己錄這樣 然後唱 然後Post 然後就收到留言 然後我就說 媽媽妳看一下 她說就是不用 不用Call 因為是詐騙集團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過了好久 都沒有理她 她又留了第二次 然後媽媽才說 看電視就是 他們製作單位的那個號碼是一樣的 所以才說 好像是真的喔 她就幫我打去問 這樣子 那妳是從學音樂的學員派 怎麼會想要去參加歌唱比賽呢 當初我媽媽就反對 沒有要讓我去 就是一分一起試鏡 那妳媽是幫妳打電話去報名嗎 沒有沒有 她只是說 好妳要去試鏡 她有陪我去這樣子 可是其實她都一直跟我說 就是不要啊 就是試完鏡就好什麼的 可是她後來還是每次錄影都有陪我這樣 是喔 還滿好的 會不會後來她真的發現 從八歲 從妳到國外去 學音樂小提琴 念了這麼多年 花了這麼多錢 結果唱歌比小提琴好聽 蛤 有沒有 我 就妳現在是小提琴比較厲害 還是唱歌比較厲害 我當然是小提琴比較厲害啊 而且我 我有畢業了 然後我還有證書之類的 一定是小提琴比較厲害 小提琴有得過 有比較好的成績這樣 因為唱歌我也剛開始 就是這是我第一 人生第一個唱歌比賽 是 所以不太清楚 我可能唯一的成績就是 第五名吧 就是星光第五名 這樣子 來 那我們跟風向星座來聊一下 我跟妳講 最難訪問妳就是處女座 真的 可是最好聊的就是風向星座 妳明明做大家接下來觀察 來 我們隨便問 她肯定打得都很輕鬆又自然 不會有壓力 不會有壓力的 妳隨便講 開始妳去參加星光大道的時候 初選聽說妳穿了一雙很髒的布鞋 而備受矚目 是嗎 對 我還有印象 對 因為我 妳看 真的很可愛 因為我覺得攝影機不會往下照 不會照到我的線 因為我完全沒有 我們都是沒有錄影經驗的人 對 然後我想說 而且我的衣服跟褲子 都是跟我的好朋友借的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 我那時候還蠻像男生 打扮什麼的 然後我也沒有想說 鞋子應該要穿高跟鞋 我想說 就反正不會照到 然後就去了 然後結果 每個評審老師講完之後 然後換Roger老師講 然後他就突然就是 進攻我的鞋子那個點 我就蛤 有照到嗎 然後我也 而且我不覺得髒那個時候 後來我就髒了 妳真的回Roger老師 Roger老師 這不過就是百人初選而已 妳先認為我聲音好聽 我就會去買一雙乾淨的鞋子嗎 妳先給我入圍 我就投資買衣服啊 就是啊 不過妳那鞋有我這麼髒嗎 這個髒嗎 這不髒啊 很髒耶 很髒耶 她是用立可白塗過三次而已 妳鞋有那麼髒 妳也敢穿去參加比賽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概念 對啊 不過後來這一路過來 現在也比較懂得 打扮自己的事情 有 有 她回答得怕怕的 還是以前都不喜歡逛街 現在比較知道逛街 以前是不喜 覺得自己不適合太女性化的東西 因為我很高啊 然後又比較 我以前 嗯 不知道在想什麼 反正就是 不太懂得打扮 可是自己以為覺得 我有在打扮 那個時候 對啊 因為妳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公主嘛 沒有 那就限於長頭髮階段 一剪我就沒有自信 對 是啊 頭髮一剪就不覺得自己是公主 而且因為朋友都會 就是都說我比較 對 外型啊 就是比較男孩子氣啊 中性 所以我就不會想說 特別打扮還是怎麼樣 好 來 我們回到命理上面 來請教張聖書老師 哪些只會命格的人 很懂得抓住機會 好 這個題目很重要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都會來問我 到底什麼叫好命盤 什麼叫壞命盤 真的 對 可是在我來看那麼多命盤 其實在我而言 每一張命盤都無好無壞 真正的好命盤是什麼 就是會抓住機會 機會來的時候抓得住 有的人是這樣 他的命好像很好 但機會來他都拒絕拒絕 最後就一事無成 那是要看哪一個 那有的人確實 就是一生一次機會就抓到了 是喔 他就抓到了 他的命就整個完全不一樣 是 所以每一張命盤 其實要看是你怎麼抓住機會 這三張命盤就是 特別會抓住機會的命盤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 是什麼樣子的命盤 來看一看 是什麼樣子的命盤 譬如說命公中有 太陽的人 廣大人脈 他的人脈 太陽在哪裡 對喔 好 你看你的命公 要看命公 要看命公吧 你們以為那是對 統一發票嗎 不是 你以為自己中了500塊了嗎 每個人都有這顆心 很好 要看命公 放在命公的位置 兩個小比生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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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福德公也很好 因為福德公其實跟命公 福德公 它都是屬於強公 你看它的天童在命公 天童就是很隨和 隨遇而安的一顆心 真的 天童又天平 你想想看 這樣子的人就很好相處的人 隨遇而安 但我們看到太陽這顆心 它的成功有時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 因為都不是它自己追求而來的 因為它的人脈 人緣非常好 所以都是人家挺他出來 不幸運的 對 挺他去選舉 挺他去一代聊 沒錯 所以我看到很多這種太陽的人 他常常說 我真的成功是莫名其妙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走這一行 就是有朋友來告訴你說 來…來做這個… 這個一定很棒 所以佩慈妳是誰幫妳報名星光大道的 我是自己報 因為那個時候節目來我們的… 我那個時候在快要畢業了大學大四 然後來我們學校辦徵選會 因為我們學校很偏僻啊 然後想說 什麼學校 中正大學 在嘉義縣 嘉義 明雄鄉 嘉義縣民 明雄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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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鬼屋 就是鳳梨跟鬼屋 鳳梨 對 可是我們學校很好啊 妳就是鳳梨跟鬼屋 對… 然後… 所以我跟我同學就想說 都畢業了 然後什麼都是試 不然我本來就是…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 什麼都沒有 都可以 你的感覺就是說 你去報名星光大道 跟隨便哪一家公司丟履歷表 意思是一樣的 反正就試試看嘛 如果他通知我去試… 就是試好玩的 然後去試 對啊 而且那個時候 偷偷擦柳的 嗯 就是他們說第一屆的人會來 然後去… 去…就是趕快報 看名星 隨便民雄出了鬼屋 鳳梨在家 曾佩芝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命宮中 有 舞曲這一顆星的 舞曲當然 舞曲是怎麼樣的 是… 它很容易聞到錢 它自己容易聞到錢嗎 對 對 其實我認識一個朋友 舞曲命宮 它十年前就跑到大陸去搜破爛 真的嗎 它真的叫搜破爛 它到每一個戶 尤其是農村說 你們家有沒有不要的桌子椅子 通通賣給我 很便宜喔 它搜了之後把它漆一漆重新做 賣到歐美去 中國古董 賺翻了 賺翻了 真的耶 這十年你看 中國風嘛對不對 那它去搜購那些人 人家是不要的 店地啊 它去搜購便宜的論金賣的 這個生意可以擠 對 它全部把它重新切好 然後稍微修一下 賣到國外去 全部是中國古董 然後標這是35年 這50年 這多少年 那真的 在中國 你隨便撿一個 都是上千年上百年 你北京 你那什麼城牆邊 隨便撿一顆石頭 都幾千年好不好 可是你看它這個厲害就是 人家家裡面那種 媽媽留下來那種破爛 比如說衣櫃什麼之類 都已經爛掉了 它就搜去把它修好 還保留一點那個樣子 它花的成本是低的 但是賣好它賺翻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種聞到錢味的人 好像今天人家都覺得 這很低賤的工作 哪有什麼低賤 要收破爛賺大錢 是 真的 如果人家說你賺翻了 我覺得比聽到你 好漂亮還高興 真的 因為錢聽到說你賺翻了 對 那我們再來看 可是 破君在面宮的就更厲害了 真的 這樣子的人 做而言不如起而行 它這個力量更大 我另外一個破君的朋友 他也同樣去大陸 他的做法就不同 他專門幹什麼 去投資那些畫家 因為畫家剛開始都很便宜 他去買那些畫 也是論金在算的 可是他買了之後 他畫家的話論金在算 剛開始很便宜 大陸尤其是大陸前幾年 那個畫家便宜 可是你知道他就留著三年五年 他是賺幾倍的 一千倍 一千倍 你看大陸這幾年那個畫被炒作到 一幅畫上億人民幣 是 但是剛開始之前的時候默默無名 是 這個賺翻 他就是畫家的經紀人 我們也感覺沒什麼 所以就是我們碰到畫家的時候 就是幫我你畫家嗎 你還沒出門 或者有一點年紀還沒出名的 算一算時間應該差不多 那你幫我畫個十八斤 很好耶 很好啊 你再買馬鈴薯 天啊 就是機會到處都有 尤其不景氣機會更多 你知道嗎 不景氣的時候機會特別多 是嗎 老師你跟我們說說 現在特別不景氣了 我們破爛也被你無曲的朋友說完 我們要去收 人家現在也都紅了 對不對 也不論金賣 對 那現在有什麼 有什麼機會 你想想看 八年前那時候台灣也是不景氣 那時候網路泡沫化對不對 那時候哪有人去想說 網路率命這件事 我就是八年前網路 最差的時候開的那個率命網站 我現在不是也很紅嗎 不是 你這個時候老師舉這個例子 我們就要請無曲作命 文恩老師 你有聞到他的錢嗎 有 老師全身都是錢的味道 太誇懼了 太誇懼了 對不對 好香喔 不是 真的 我的媽啊 謝謝老師 謝謝 嗨 佩子 那你小時候的趣事是什麼 你跟姐姐兩個在家裡玩火 就差點把家裡燒了 對啊 可是應該很多小朋友都這樣子 哪有 哪有 我 因為不是很多小 就是應該是說 我也不知道從 就是突然間 我就看到姐姐在 坐在一張桌子前面 然後她拿一張白紙 然後打火機 然後在燒 然後我就說你在幹嘛 然後她就說我在玩啊 然後我們兩個就玩了起來 然後我就覺得 就從燒報紙到燒床單 沒有 就一直燒那張紙 可是不知道哪來的風 然後那紙就飄起來 然後我姐就很緊張 她就一直在那邊抓 然後我就看那個樣子 我就覺得她就是 我就覺得她那樣子很好笑 然後我就一直 我就一直坐在旁邊笑 也不幫她 然後結果就越來越嚴重 然後等到後來有一點嚴重之後 我就趕快衝出去 跟我媽媽說 就是好像出事了這樣子 她還是跑也第一個 跑也第一個 天秤這樣 風向星座坐在旁邊 然後還在旁邊山峰這樣 我覺得她那邊追紙 比她那邊燒我覺得有趣 因為我覺得看那個樣子 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就後來就 就有點幸災任何 結果後來我們兩個就被 就被罰得很慘 就被狂打 因為我們把那個床單 然後咕咕的衣服什麼窗簾 那都就那個房間 沒有到很 我覺得沒有很嚴重 沒有到全燒了 但就把你的香奈兒 燒一個這麼大的洞裡去 對 跟全燒了有什麼 一定嗎 她手打的 對Hermes包燒 衣角燒黑這樣 然後後來就 就搬家了這樣子 啊 燒到還搬家 那很嚴重耶 可是那個屋主 因為那時候 我們家房子是租的 然後那個 那應該是連夜搬家吧 沒有 那時候本來就差不多 想要搬走 因為我們家很麻煩 你不是要放火嗎 都被你燒了 就是一個巧合 然後可是我們搬是對的 你們家是說 爸爸什麼被搗毀 然後家裡房子被法拍有沒有 然後被人家法拍 不甘願自己 沒有 可是那房子是海沙屋 是他錯在先 但我們玩我也不是故意要棄他 他錯在先 跟你燒他房子 跟你們在一起 不知道會燒起來 就是後來過了幾年之後 新聞報導說那個 我們家那棟房子是海沙屋 然後我們就還好 對 而且他主要沒有跟我們 追看他 還好 當時不是故意的 但是有算有報到仇就對了 對 對啊 你跟你姐姐跟你媽媽 你們家三個女生 你覺得誰比較傻大姐 我們家的女生都是這個樣子 差不多跟我差不多 是喔 那你是從國中到現在 總共掉了十幾副眼鏡 那你媽媽有掉了什麼嗎 你覺得她很傻 她年輕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她現在就是也是常在找眼鏡 但她沒有換啦 她就是會 一個家就那麼大嘛 然後她就是可以滿屋子 找不到她的眼鏡 然後就一直問說 我眼鏡在哪 我說我怎麼會知道 就是她在家 就是明明就最熟悉的環境 可是她找不到 還有手錶 這個症狀我了解 對 我身邊有一個朋友是這樣的 他一早來上工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講說 她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真的好生氣喔 就想說 先把襪子拿 因為準備要出門了 看到桌上有個麵包 先拿起來吃一下 然後接著出門 她吃了麵包之後 要穿鞋的時候 發現襪子怎麼不見了 一直找 一直找 找到都遲到了 找不到 算了算了 再拿一雙新的襪子穿了 然後就來上工 她一進來我就想說 哇喔 蔡康永的蜂巢 現在什麼時候流行成這樣了 因為 她把襪子穿在這裡 穿在肩膀上面 而且她那天是穿西裝來不領喔 我就說她在西裝外套的外面 掛了一雙 她又已經 變成灰色的黑襪子喔 妳跟這媽媽其實應該 真的有時候一忙 早上出門一擠襪子 然後這邊先一搭 然後拿東西 然後我還有襪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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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覺得家裡面卡 那我覺得毒林哥最厲害 就比我們狗厲害 這個終點女優 我的襪子呢 對 她好誇張喔 妳們那個 妳們的師傅比較誇張好不好 而且妳知道嗎 他們家三個女生 都是傻大姐個性 姐姐先點火 妹妹拍手覺得好玩 然後妳去跟媽媽說 媽媽就說 是嗎 在哪裡 燒起來了耶 怎麼會這樣 沒有 媽媽就 那個事態比較嚴重 她就比較清醒 真的 太有趣了 來 威恩老師 我們就來看下週課 新作的整體運勢 好 我們來看2009年的 第一個禮拜 1月3號到1月9號 大家運氣如何 每一個都有好的地方 但是它也有不OK的地方 譬如說 2009年的第一個禮拜 1月3號到1月9號 大家運氣如何 每一個都有好的地方 但是它也有不OK的地方 譬如說我們來看健康第一名的 也就是說其他方面都還滿欠缺的 太陽上身在獅子 雙魚跟天蠍座 還好現場是沒有 獅子座的人 在這個禮拜容易遇到人事的變動 所以公司有一些鬥爭的狀況 雙魚座則是壓力非常的沉重 而且有點喘不過氣來 而天蠍座會面臨很多工作事業感情的抉擇 但是這三個的健康慾是很好的 所以留的青山在 留的健康在 不怕煤柴燒 那我們來看桃花第一名的 開春第一週就有桃花的 好 誰啊 有天秤還有巨蟹 大家都中獎了 太陽上身在這三個的 天秤座是外圓很好 也就是說除了家裡人以外的人 都超喜歡的 除了家裡人以外 對 就是說 外圓會比內圓還要好 家裡這麼遠顯 但出去可風光得不得了 對 就說你去外面 比如跑業務 接PASS 工作廠商外圓非常好 那內圓就補好 也是 PASS你這種放火燒了 你姑姑的房間這樣 你姑姑應該不太喜歡你 沒有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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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對我們很好 但是她有房間有上鎖 好 那拜託你們不要再去她家了吧 沒有 她就 對 她就什麼 她說 她對我們很好 對我們很好 好 所以天秤座這個禮拜 是外圓很好 巨蟹座是內圓很好 就是說家裡的人 小孩 親戚 爸爸 媽媽 兄弟 姐妹 里長 伯 只要是內圓 親戚人都很好 相處很愉快 那處女座是愛妙女的人增加很多 愛妙女也增加 所以妙座的也是很不錯 書會賣得很好 那我們來看事業第一名 在第一個禮拜 太陽上升在牡羊 雙子跟水瓶的 牡羊座的人呢 在錢財上也不錯 然後事業上會重新整合資源 那雙子座的人呢 會把計畫超級 而且做事突然變得很有效率 把下下禮拜四全部都做好了 然後水瓶座的人呢 在公司的煩惱跟痛苦 都會有人來分擔 所以這三個是事業第一名的 那大家比較想呢 在這個年代最想要的就是 財富第一名了 太陽上升在摩羯 射手跟金牛 摩羯比較在正財方面 會有加薪 弘利等等 射手比較在偏財方面 可能是尾牙 或者是抽獎之類樂透 而金牛座呢 則是財富有明顯的大增長 所以之前的投資 會在這個禮拜充分的回本 所以這三個也要恭喜他們囉 處女座 桃花 怡蓉 不過講到怡蓉 怡蓉聽說 妳從頭就是敏感體質對不對 只要去什麼參加喪禮 或者醫院啊 或者經過牧原啊 然後回家就不會卡到這樣 是會覺得比較不舒服 怎樣不舒服 就可能身體會有點 就不適應這樣子 因為像 它會有什麼反應 是會發燒 有 有的時候會發燒 或者是先頭開始發麻這樣子 對 常常啊 我覺得攝影棚都會 對 像我之前錄星光 我就會覺得空氣不太好 還是是因為攝影棚的關係 對 就會覺得 滿滿的 星光比較放 哪有 沒有啦 OK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會去那邊 那妳覺得今天這個棚怎麼樣 我不知道耶 可能 妳有麻麻的嗎 沒有 目前都沒有啊 OK的 曾經有過那種 無意間會看到一些 我沒看過 沒有看過 對 我也不想看到 妳也不想看到的人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對啊 那像妳會想看到嗎 我也不想看到 妳不想看到的人 月如嗎 是 妳會想看到嗎 想 妳想看到 她一定也會這樣看 好矛盾喔 對 兩個人真壞 對 是 這倒是可以問一下子龍老師 因為很多的觀眾朋友 可能也是會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說 經過這一些比較特殊的場合 或醫院 或是人家辦傷事 就會覺得好像 特別不舒服 或運勢就不順 對 這是哪一種體質啊 一般來講就是所謂的 敏感體質會這樣 譬如說 像剛剛優雯講的 就是剛剛開始頭皮發麻 或是說間接的 就開始後腦開始疼痛 甚至於連脖子開始緊了痠痛了 那有一種比較誇張的是 它開始頭暈 或者是肝餓 就忽然間不知道為什麼 經過了一個地方 然後就發現自己很想 噁吐 噁心這樣 可是你吐又吐不出東西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大部分就是屬於 敏感體質的人 那有的人啊 比較敏感 他可能經過一些電線感 或是說到停車場去 他馬上可以感覺到說 這裡怪怪的 陰陰的 涼涼的 甚至於好像有風從哪裡經過 他就覺得 唷 我頭皮整個就完全這樣 雞皮個大就全部起來 這種都是屬於敏感體質的 那像優雯的話 他可能是跟生命的議題 比較有關係的 例如說到醫院 或是參加人家的喪禮 或者是說 我們經過一個地方 人家在辦傷事 甚至於就是有人發生車禍 萬一這個人流血 或是什麼的 你可能經過了 稍微看一下 然後就想 想了一些問題的時候 那你可能身體 就會有一點點的不舒服 是 哦 所以要注意 不過有的時候也不要太緊張 因為說不定你星光大道 你就參加比賽有點緊張 或者是 或者是 你們現在回想一下 你會不會是經過 哪一位評審的生命 你就頭皮發麻 然後會有干噁的現象 沒有 不會 來 那我們就請子龍老師 來幫大家做一個恐怖的心理測驗 來測一下你在哪一方面的 第六感是最強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第六感 可是每個人敏感的部分 都其實不太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題目就是 有一個恐怖的水竹箱要工人參觀 你覺得水竹箱裡面會有什麼 因為跟一般的水竹箱是比較不一樣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選擇 A的就是有這個 超大的蟑螂在裡面游泳 B的選項是 有個嬰兒必須在水裡才能夠生存 那C的選項是 有個沉在水裡的石頭河豚 那D的選項是 有個大型的蛤蜊 有眼睛有鼻子和耳朵 這個最噁心 你覺得哪一個放在水竹箱裡面 你會覺得還滿噁心的 真的 我要選B 好 有個嬰兒必須在水裡才能生存 來 我選A 蟑螂 好 維安老師 那我也要拉筋 好 那我也選A 好 我選C 你選什麼呢 我常常選那個拉筋 應該用裡面的 超噁的好不好 好 哥 好 那這個就是測 我們在哪一個方面呢 比較有D6感 而且D6感也是比較準確的 好 那如果你知道自己的D6感 在哪一方面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好好的運用 我們來看一下選擇A的朋友呢 就是有張老師跟怡蓉 超大的蟑螂在水裡面游泳 你哪方面最有D6感呢 世人D6感 小人都怕你 對 你在這個部分就是世人 就是說這個人啊 只要跟你相處大概半個小時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好不好相處 或說你覺得這個人怪怪的 其實大概你一看喔 直覺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在搞什麼鬼 有沒有心機 其實你大概就會很清楚了 但是你不見得都會說 但是你心裡面會有個D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B的 有個嬰兒在水裡面才能生存的 有佩慈喔 好 這個在哪方面D6感比較0呢 意外要發生夢中城提醒 你王子要收起來了 對啊 你的火燒房子 應該夢中早就提醒過你了吧 我的夢真的常常被人家 可是我的夢是常常被人家追啊 然後 所以夢裡常被人家追 追殺打架 飛在天空什麼之類 很多人都是夢中常被人家追 然後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最後然後跌倒 然後尿床 我都是突然就是醒了 然後有 對 真的喔 選到這個選項的人 其實對於意外的D6感特別強烈 譬如說他可能今天走在路上 他覺得今天走路或是騎車 或是開車要特別小心 因為等一下不知道要出什麼事情 或說今天我走路要小心點 好像我等一下會跌倒 今天好像會被老闆罵 像這種意外 他可能就會非常清楚 而且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有一些比較預知的能力 就是說我今天可能做夢 然後夢到 我今天好像夢到發生一個意外 結果沒想到隔了沒多久 這個夢真的成真了 甚至於就是說 我今天走在路上 這個地方我明明沒有來過 可是我怎麼覺得這裡很熟悉 而且好像是在夢裡面夢過的 那他們大部分都是屬於這種 夢中成提醒 就是很像你曾經本來就沒有來過這個地方 可是你的夢裡面曾經就有預知告訴你說 你將會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你的D6感關於意外 關於夢都是特別清楚的 真的耶 曾珮子你一直在那邊 那我段時間真的 大概每隔兩三天 然後我其實說我去到一個地方 我就說我真的夢過這裡 然後一直 對有一段時間超級常發生的 真的我也夢過 我曾經從小就一直夢 有一個地方我從來沒有去過 但我就夢想 就是在夢裡面我就去了 然後那邊長什麼樣 後來到有一天我真的開著這邊晃一下 因為我長得真的一樣 嚇死了 那那個地方對你來說有意義嗎 沒有 好的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選擇C裡有個 沉在水裡的石頭河豚 好你在哪個地方就是方面D6感最強呢 情人不對勁瞞你不可能 情人在做什麼其實是瞞不過你的 沒錯 而且對方有幾斤幾兩重 絕對是逃不過你的法眼 真的 那如果有一點點覺得不對勁 講話忽然間變得很小聲啊 或是說跟人家奇奇怪 你會覺得這個人一定有問題 當你覺得他有問題的時候 大概90%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呢 你可能抓不了別人 因為你對別人很好 但是你要抓你的情人 是絕對有很大的把握 就是說他絕對有問題的時候 絕對有問題 有10%是他自己想太多 但是他如果 因為他這個人就是 沒有沒有99%都是準的 直覺 直覺在你比較大部分 我雷達一直 這一輩子都一直有打開 一直搜尋著 對一直在搜尋著 大部分他們的直覺還是準的 只要他們覺得情人是怪的 因為接下來他可能會做確認動作 然後那個確認動作一做了 那通常都是 跟他的直覺是相符合的 所以像選到這個選項的人 你可以善用你的直覺 去觀察你的情人 他有沒有出軌 有沒有劈腿 其實問問你自己自己心裡面 選到這個的朋友 應該可以去做真心事 應該投資也不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第一的 就是有個大型的蛤蜊 有眼睛 有鼻子和耳朵的 來這在哪個方面 第六感最強呢 靈異陰良界改變最強烈 事實上他們對於 屬於就是陰界的東西啊 或是說比較奇異的東西 靈異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會有 就是莫名的第六感 這裡覺得怪怪的 他大概心裡面有抵愛 這個地方我大概不要講 可能阿飄很多 或是說哪一條路覺得怪怪的 那我就避一下路 先不要經過好了 他們對於這種靈異的東西 其實是很敏感的 而且也比較敏銳 甚至於他還可以告訴別人說 你問他說你有沒有卡到陰啊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 這個我不能講 但是你後面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他可能可以稍微給你一些提醒 可能沒有辦法很明確的看到 但是他可以感受到 佩慈聽說最讓你難忘的事情是 有一次你失戀 然後超傷心 然後哭著大便在褲子上 我好難過 沒有這兩件事情是分開的 對 我以為是分開的 一個是失戀超傷心 然後另外一個是 擦賽在褲子上 人家明明就有鬥號 你是 對 沒有 就那個時候因為可能 一個人在外面讀書 在南部讀書 然後學長又帥帥的 然後又有才華 然後就喜歡 學長怎麼帥又有什麼才華 我不敢講得太清楚 他就是很會打球這樣子 就是學校的風雲原物那一種嗎 系上 系上的風雲原物 對 你這樣已經幾乎連名字 跟星座都已經講出來了 對 沒有啦 可是我們現在很peace 就是朋友 對 那你對他有多好 我對他也沒有多好 這段感情的開始是誰先主動 主動的話是他 對 那後來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分手 他劈腿嗎 個性吧 他沒有劈腿 個性問題 不太適合 為什麼不太適合 他什麼星座的 他是處女座的 唉唷 處女遇上天秤 處女 那他肯定嫌你鞋子張 也沒有 這就是 睡睡念 沒有 他都不太 他有點冷漠 然後我又 我談戀愛的時候又很 又很想要一直 一直巴著人家 幹嘛不理我然後什麼的 對 然後所以就 久了就 對 那是誰提出來說我們分手吧 男生 是他 處女座真的很不遠 我都是被 我談戀愛 可是我自己也有問題 我談戀愛都是 就被提分手 你都是被提分手 那你有沒有大哭 有 每天都在哭 在宿舍裡嗎 就是在住的地方 不然去民衆鬼屋哭 我想 接下來我比較想知道 是說 一個女生 為什麼會大便在褲子上面 這件事情很嚴重 妳失禁了嗎 我 那個我真的是逼不得已的 就是去吃麻辣火鍋 然後不然我常會戲從那天 會爛成這樣 然後就 真的太痛了 然後就是 妳可以跑去洗手間嗎 有 就是途中 然後沒有辦法 在哪裡的途中 當時在哪裡 火鍋店 立刻吃 立刻就 在 我就跟我同學說 我肚子真的很痛 然後我就 因為廁所有人 然後我就 就是太痛了 然後就是進去之前 就在妳一面吃的時候 肚子就開始痛 然後馬上 對 然後要去廁所的時候 在等那個人的時候 就等 對 就是在等他出來的時候 就 妳也出來了 對 所以 出來的多嗎 不是 那妳就不用進去 妳就回座位坐下 妳要問出來的多嗎 不行 還可以 一集成這樣 我想量應該不少 就很痛 如果坐真的痛 那妳結果怎麼解決 我就把 還要講那麼詳細喔 不是 因為妳知道 很久來有這樣的經驗 可是妳要把妳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我們如果遇到了 我們該怎麼辦 因為出門在外 妳去吃麻辣鍋 妳怎麼不能說 預備一條底褲吧 而且 那該怎麼處理 麻辣鍋害人的事件 絕不只害妳一個人 就是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這樣 可是遇到了怎麼這樣 我覺得我講出來 就不用做人了 不會啦 我就把內褲丟到垃圾桶裡 因為太噁心了 我不想面對他 我願意不要穿內褲 對 就直接穿外褲這樣 所以當天清潔的歐巴桑 他絕對他通告療癒事件 我有清潔他 然後再把他丟掉 妳這麼有功德心 結果妳又把他清潔 應該要把他包起來 對 我全部就是用衛生 然後全部把他包起來 妳叫那個 對 老師 妳有想過洗手台的心情嗎 不是 我覺得衛生紙比較可憐 我就拿衛生紙 然後全部把它包起來 然後再狂洗手 所以洗手台的傷害還 比沒有衛生紙大 那妳出來時候 我覺得妳會不想跟我做朋友 妳出來的朋友 妳出來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有跟朋友講嗎 還是妳都裝沒事繼續吃 沒有 我以為今天不會講到 因為那個工作人員說會帶過 結果我要這樣子強勢 我們是帶過啊 結果妳從廁所出來之後 有跟… 裝沒事 我朋友不知道 還繼續吃到飽嗎 我就裝沒事 他說妳還好飽 我說沒事啊 然後就是走了 她到現在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不要看 煩太… 也不知道我在講哪個朋友 所以妳出來說 有繼續吃鴨血跟… 我就吃一下 吃脫了 是 這聽在皇家音樂學院的林同學耳邊 妳會想跟她繼續做朋友嗎 我只是 因為幸好妳那天不是穿裙子 因為妳都把那個 對啊 都丟掉了 對 不是 是褲子 是褲子 那還好 不會啊 我覺得 應該都會發生這種事情的 對啊 在生活中 一定很多人都有 只是不… 她願意分享出來 對啊 很多人都有 靜文姐 以前吃解肥藥的時候也長 也很奇怪 真的嗎 不是 我現在只是在想像出 她如果那天穿的是裙子的話 那妳把最後的那一條小褲子 妳都必須要丟掉了 那怎麼辦 那妳就只好學會 蘭嶼的 他們綁丁字褲的那個 用那個衛生紙綁成 那如果是妳 妳要怎麼辦 就空穴來風 就只好先這樣腿夾緊一點 快點買單回家了 妳都拿外套綁著 外面的豆腐都也有賣 豆腐都也有賣內褲 那妳總不能說跟 妳去電影商店 幫我買一條免洗褲吧 這樣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 重點是不想跟朋友講 也太丟臉了 與其藏不住秘密 就不如直接跟同學講了 不然有一天上電視 還電視上講出來 全世界都知道 好 可以剪掉嗎 不行 好 來 那阿妮 聽說妳的故事 妳15歲的初戀之後 被受了傷害之後 妳到現在都不想談感情 可能也加上 就是沒有對象 對啊 她對妳怎麼樣的傷害 然後讓妳這樣子 沒有傷害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們到那時候分手心 我後來轉學了 才轉去音樂學校這樣 那我們之前在一起 我覺得我的個性就是 很喜歡 還沒有在一起的時候很喜歡 然後在一起之後呢 我覺得都好冷靜喔 我覺得我冷靜到 她可能覺得 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她 其實我很喜歡很喜歡 妳就處女座 跟女生都悶著啊對不對 那她是 她的精油 她就會覺得我好像都不關心她 冷冷的不理她 對 可是我可能就是 太專注在自己的事情 那可以來到妳 吃麻辣鍋的經驗嗎 沒有耶 我好像沒有吃過麻辣鍋 那妳可以請佩子帶妳出去嗎 她的包包裡面會配好 第二條小褲子 梓鴻老師來幫大家做一個 這個恐怖的心理測驗 我們來測一下妳 在愛情中有多傻 好 因為傻事我們大家都會做 尤其是在愛情當中的喔 好 那今天的題目就是 妳到了一個森林裡喔 然後森林裡面 看見了一個房子 房子外面有寫字 請問妳覺得 房子外面寫了什麼字 A的選項是 有間客棧 B的選項是 那命來 C的選項是 好運民宿 D的選項是 欠債不還 配詞 我好喜歡A A 有間客棧 在愛情當中 到底指數是多少呢 傻瓜指數是多少 傻瓜指數是多少 好 我們來看一下選擇A的選項 就是有配詞喔 有間客棧 你在愛情當中 到底指數是多少呢 傻瓜指數是多少 就是20 有人傻了 你不傻喔 強勢愛情 你主導 在這個部分 你看你的 傻瓜指數只有20 其實你在愛情當中 是不是傻蛋的喔 你是很清楚知道 你到底在做什麼 你付出的多少 你自己心裡面很清楚 而且你會希望 你能夠主導愛情 希望就是兩個人在相處當中 最好能夠聽我的 因為如果沒有聽我的話 我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我希望控制對方 譬如說你要到哪裡 你應該打來用電話告訴我 不要人不見了 因為我會以為你去哪裡 對啦 你跟學長不都這樣嗎 對不對 而且最後學長傷心 他比你還痛耶 蛤 我比較痛吧 天秤天秤痛都假的 人家更痛 真的嗎 好啊 選到這個選項 雖然傻瓜指數只有20 雖然你是常常保持清醒的 但是因為你太容易 就是保持清醒的 會讓對方覺得很受傷 譬如說我很想哄你喔 對你很好 可是你都是冷冷的 覺得那還好啊 反應就是給人家比較冷淡的感覺 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B選項的 那命來喔 你的傻瓜指數是多少呢 98 愛情瘋子封過頭 包養扛債務全都來喔 你會為人家做牛做嘛 就是如果這個人要你包養他 或者是說要你為他扛一些債務啊 我有一些錢有一些卡債 麻煩你幫我還好不好 因為我是愛你的 我很想把這些錢全部都還完之後 我們兩個就可以有自己美好的未來了 那這樣子你願不願意接受 你可能就會說 好吧 那既然是為了我們兩個的未來 那我只好幫你扛啦 有什麼關係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也是你的 那你就會覺得說 我幫對方扛沒有關係的 所以呢 你在愛情當中的傻子指數 是非常高的98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好贏數的 你的傻瓜指數是76 愛情傻瓜為愛付出 最愛當愛情努力 因為就是你很喜歡在愛情當中 被別人需要 被別人需要就是 你今天如果是當一個愛情努力 對方跟你講說我想吃這個 士林夜市的什麼東西 你就會去幫他買 那因為你喜歡被需要的感覺 我因為想要你買給我 我不想要別人買 所以你就會覺得 很願意為對方付出 只要對方不然間覺得 需要你去做什麼 你擺低姿態或是地位比較低 你都覺得願意 因為你覺得 對方就是因為愛你需要你 他才會拜託你 所以呢 你跟他是最親密的 所以就很容易成為76%的傻子了 好像很順重 真的耶 怎麼會這樣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低的欠債 不管你的傻瓜指數是 50 為愛付出向阿信 守得雲開 健躍你 大部分都是默默的在付出 而且呢對方呢 你會覺得說 如果對方真的有珍惜我的話 那我就跟他在一起 如果對方沒有珍惜我的話 那就算了 反正我就默默守著 現在如果有人要交往的話 我就接受 如果沒有的話沒關係 我就等到適合的人出現 我再跟他交往 所以上次選到第一個選項的人 他是比較沉穩的 覺得那OK啦 反正有跟沒有對我來講都不是很重要 但是有的話我一定會盡力付出 沒有的話我寧缺霧爛 好來 那我們就對於像這樣的朋友 請你注意一下你下週的運勢 尤其是從紫薇命格的角度 請張聖書老師來幫我們分析 好 新年輕氣象嘛 2009年大家的運勢如何 第一週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趨吉避凶一下 從命功的角度來看 我們先來看運勢比較弱的朋友們 命功嗎 巨門 天良和天象 沒有 沒關係你嘴巴不用睜那麼大 沒有你 口舌 會有口舌之災 尤其在新年的時候 跟人家吵架是最不好的事情 所以這三顆心呢 其實在這個禮拜平心靜氣一點 一旦那個情緒耐不住想要罵人的時候 其實趕快修一點口德 事實上運氣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三顆心這個禮拜 雖然運勢最差 只要一念之間 事實上就可以變好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 如果有破君 舞曲 偏激跟貪婪 小心意外 這幾顆心小心意外 尤其是出門在外 開車 旅遊 都要特別小心一下 不要讓自己太粗心大意了 那再來呢 一定是比較強的 紫維 欺煞 太陰和天童 佩子 你是天童嘛 對不對 財心高照 尤其是如果要小賭一番 反而容易有賺錢的機會 過年的時候 樂透樂透 好 那最後呢 醬和太陽 天童 太陽和連針 這三顆心 在這個禮拜的運勢最強 因為有貴人相助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多往外走 不要待在家裡 否則待在家裡 就浪費到貴人運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顆心 就是說不管好跟壞 其實只要心念運轉 這個心轉 運就轉 貴人運強 謝謝老師 好 來 文安老師幫我們做一個 神秘的色彩占卜 我們來自下週我的工作運如何 對 我們用自己來選 來看看自己工作運如何 在1月3號到1月9號的期間 那我們題目就是呢 現在呢 你有個新的工作識別證 有時要刷卡 進出公司用 那你要幫他買一個彩色漂亮的套子 把它套起來 我們有五種套子讓你選擇 第一個套子長這樣 是藍色系的 然後邊邊是橘色的 好 第二個套子是紅色的 然後邊是藍色的 還是呢 你喜歡粉紅色 然後邊是藍綠色的 或是黃色 然後邊邊呢 是淡淡的紫色 或者是呢 鮮黃色 然後邊邊是粉紅色 選一個來當做你工作識別證 刷卡的套子喔 好 來 配詞 直覺 欸 你想哪 對 不會又要出來了吧 對 這個嗎 對 這個 對 好 好 依柔 我選 左邊算第四個 所以紫色邊 紫色邊這個 妳如果肚子痛也是這種音量嗎 應該是 我現在有點想拉肚子 她調皮的時候很調皮 是嗎 她會調皮 她會調皮 好的 張老師 妳也第四個 第四個 好 總老師 我也是第四個 好 我第三個 是第三個 這壞 我要跟大家不一樣 我選第二個 好 大家都選好了 來看這個禮拜 大家工作運如何 首先呢 第一個是藍色邊是橘色 現場沒有人選 觀眾朋友選 在這個禮拜工作運 霸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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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 有重新開朗 煥然一新的感覺 而且做任何事情都積極向前勇敢爭取 然後害羞的個性也大大改變 所以觀眾朋友選 這個是值得恭喜的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張呢 現場有靖淳姐 還有觀眾朋友選 是紅色的套子 然後邊邊是藍色喔 在這個禮拜工作運40分 好 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主要是有一點慌亂出錯 就是在日常生活會工作上 可能因為小事情而算錯帳 或是發票記錯 或是郵票貼錯等等 或是合約寫錯 或是企劃案遞錯 所以總之呢 是一些慌亂的狀況下來出錯 所以只要鎮定住心神 這個禮拜就OK了 好 那來看第三張呢 那是篤鈴哥跟觀眾朋友 是粉紅色 然後藍綠色的邊呢 在這個禮拜是20分 好 沒關係 才一個禮拜 而且這個禮拜 有好幾天都在放假當中 主要是情緒很低落 整個人覺得很哀怨 覺得很悶 為什麼大家新年那麼開心 結果我一個人在家煩悶呢 那觀眾朋友選到 希望是我每個禮拜 週末的情形 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就覺得外面燈 一盞一盞滅了 就心裡的那個門 也一盞一盞地關起來了 代表在這個禮拜 你根本就提不起進來工作 什麼事也不想 別人抱你賺錢的機會 你也說 那應該沒有我的份吧 我有這麼好的命運 可以選擇到這個嗎 就覺得幸福是不屬於你的 低落了 別難過 那我們來看本日呢 現場最多人選 黃色的 然後搭蛋紫色的套子 然後跟觀眾朋友選 這個禮拜工作運是60分 算是有及格 而且是屬於 有一點得過且過 也就是說 觀眾朋友選到這個 代表你不想改變現狀 不想更好 也不想更壞 就想說 趕快把時間度過去就算了 那來看最後這一個 是我們現場來賓選的 跟觀眾朋友選的 100分 什麼選啊 非常好啊 就是都可以的 聽平座 好 你看意外選到很好的 這個是屬於改頭換面 改頭換面 在這個禮拜裡面 你會整個人煥然一新 可能是外型 可能是個性 或者是整個態度 都讓人家覺得說 過完一個年 你好像整個人就不一樣了 突然變得很聰明 或突然變得很勇敢 所以以觀眾朋友來講 選到這個 新的一年 你一開始就充滿衝勁 充滿了希望 很好 值得恭喜 OK 謝謝老師 來 我們節目最後 我們再次跟大家推薦 英文情緣 皇家音樂女孩 林依蓉的著作 對 也是學音樂的小朋友 你可以看看我們的依蓉 她自己在英國努力 是 學音樂的過程 是 加油 加油 學音樂的小孩不會拉肚子 謝謝給您 來 當然我們在節目最後 我們今天要送給觀眾朋友 開運招財除惠包 拜託 我看到嗎 俊男美女給你們加齊 這樣給你們推薦 是的 這裡面的內容相當的豐富 我們今天送出無主給您 請一打0951 0988888 金卡 好 謝謝老師 謝謝兩位來賓 好 也感謝你們的收看 給我的下集團結 你們要看秘密浩文 拜拜